庞横略略一响 将铺中稍作收拾 戴上皮尺 关上店门 跟随着罗文 静置上大夫府上 两个人七绕八拐 行至一处偏院 快到门口的时候 罗文停住了脚步 小声地说 庞叔 家老脾气不好 特别不错 别争利呀 庞横却是不以为然 不就是个家宰吗 争什么利呀 罗文赶忙虚出一声 神情紧张地说 庞叔 万不可如此说话 若是惹恼了家老 不但生意没得做 庞叔的日子 也不会好过 放心吧 庞叔 庞叔也还见过一点 世面 二人说着进屋 七光早已经扣在那儿 罗文先进去 跪下扣道 禀报家老 小人已将庞师父请到了 七光端坐余地 头也不抬 请他进来 庞横进来 扫了七光一眼 见他甚是居傲 作了个疑 西街庞横 见过家老 七光见庞横 并不扣呗 脸色灯石一尘 两道目光 剑一般的射来 将他上下打量一会儿 冷冷地说 庞师父 七某听罗文说 你在早年去过周氏 为周天子做过王医 可有此事啊 庞横不卑不亢 朗生地回道 回家老的话 二十年前 小民曾是大周缝人 七光似是未听明白 周氏缝人 是缝人吧 不 是缝人 何为缝人呢 缝人 是大周大夫 私王福制作 七光陡然地 爆出了一串长笑 有清他脸住了笑 朝庞横 微微抱拳 语气中不无讥讽 原来庞师父 曾是大周大夫啊 草民七光 识境识境啊 庞横面孔危诈 低头不语 七光进一步调侃 庞师父 既是大周缝人 天下服饰 想必是样样能做了 庞横咽下一口气 缝人 这个自然 天子全套服饰 庞横无依不知 好 庞逢人 七某要你 逢制三套天子朝服 一套是便服 一套是私服 一套是麻服 包括王冕 王吕 世代等 必须是全套 不可缺少遗物 七某打听过了 像这样一套服饰 工钱通常是三斤 七某言出必行 付你六斤 三套共是一十八斤 你若做得好 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若是做得不好 他眼光一沉 打住不说了 庞横淡淡一笑 家老放心 只要是做王服 庞横一准没错 七光又是冷冷一笑 嗯 错不了就好啊 从今天开始 庞丰人哪儿也不可去 只在本府住下 所需物是尽有府中置办 你只管开出料单 这是尺寸 从袖中 他摸出了一片竹茧 抛于地上 庞横心中陡寒 目光冷冷地 看着地上的竹片 并不动手去捡 罗文走过去 捡起竹片 双手递于庞横手中 庞横接过 打眼一扫 将竹片递还罗文 朝七光抱了抱拳 家老 竖庞横无礼 这几件朝服 小人不能做 嗯 你 不会做 不是不会做 是不能做 为何不能做呀 庞横的目光 再次扫 扫向竹片上的尺寸 因为上面的尺寸 不是周天子的 你怎么知道啊 周天子身高六尺又九 这个尺寸 却是七尺又七 相差八寸 还有胸围腰围 肩宽屡长 所有尺寸 皆不着边呢 庞横 岂能不知啊 尺寸 对与不对 有何讲究啊 回家老的话 若是为大周天子制作王符 庞横立即动手 若是王符 不是大周天子的 庞横难以从命啊 七光突然爆出了一声长笑 笑过之后缓缓说 我还以为你徒有虚名 是到临头来 做缩头乌龟呢 不想 喂的却是这事 他略略一顿 脸色抖得糊起 姓庞的 眼下 你已不是大周缝人 只是一个缝人匠人 匠人自有匠人的规矩 我付工钱 你卖手艺 何来一堆废话 庞横 却偏是个不吃鹰的角 当下淡淡一笑冷冷说 再回家老的话 纵使匠人 也是大周天子的匠人 哼 这么说 你当真不做了 除去大周天子 庞横 不为任何人 思作王府 七光突然收住冷笑 眼睛一横 瞄向了罗文 罗文打了个韩子 击步上前 以小的几乎 听不见的声音劝道 庞叔 七爷让您做 您就做吧 庞横 望了罗文一眼 摇了摇头 罗文哪 不是庞叔 不做 是庞叔 不能做呀 七光 咽笑一声 爆喝道 来人哪 几个标 几个标行大汉 从门外走进 七光扫他们一眼 手指旁横 这是西街的庞师傅 主公请他缝制几套衣服 你们可要服饰好了 若是庞师傅做不出来 哼 当心你们的脑袋 几个汉子齐声应道 遵命 庞横的脸色气得泛青 大声地叫道 清天白日 堂堂乾坤 你 你们 你们放我出去 七光狠盯了庞横一眼 大踏步地离去 罗文本是一片好心 不想却将事情办成这样 一下子傻了 愣了有意识 他反应过来 急奔出去 追上了七光 轻声地求道 七爷 七爷 七光停住脚步 转对罗文 姓庞的家中 还有何人呢 回七爷的话 庞叔家中并无别人 只有一个儿子 哦 说说他 他叫庞娟 已过关年了 哦 七光沉思有情 阴阴地一笑 嗯 你说得很好 罗文心里陡然一寒 七爷 你 您问 庞娟 这 这是有何事啊 七光白他一眼 力声地赤道 七爷 七爷想问什么 有你差的话吗 他转过身子 拂袖而去 罗文愣在那里 争了半赏 慢慢地蹲下 拿拳头 锤打自己的脑袋 哎呀 天哪 你 你这都是做了 什么事啊 蹲了有一小会儿 猛地意识到什么 他站起来 拔腿就朝外面跑去 罗文一口气跑到旁去 见大门上仍旧落锁 显然 庞娟尚未回来 罗文臣死有情 转身离去 却说 庞娟脱身出来 出了北门 镜头 郊外的临终而去 寻到一个开阔处 将新晋从北街 一家武房里 学到的几套 剑法和拳法 从头演练了一番 自我感觉不错 这才走回城中 欲去拜见师父 不料刚进北街 竟被一人拦住去路 此人虎背熊腰 身体壮实 只是右眼角稍稍掉起 让人甚不舒服 旁娟作了个仪 正要问话 此人已将宝剑取下 放在路边 当机扎下了架势 看那模样 显然是想与他过招 时下武风甚盛 安逸各条街道 均有武馆 当街切磋武术 更是寻常之事 旁娟微微一笑 也不搭话 解下了宝剑 略移抱拳 如他一样 扎好了架势 不少路人 看到有人比武 开始围上来看热闹 二人互相绕着圈子 寻找机会 都有一会儿 旁娟看出对方 迫着突然起脚 静止 踢向了对方小腹 对方早有防备 伸胳膊拦住 不料旁娟这一脚是虚的 快要踢到的时候 突然变招扫地飞去 对方重心下垂 毫无防备 因而被旁娟扫了个结实 啪的一声 倒在地上 围观者发出了喝彩声 此人一个要子翻身 重新站了起来 扑向了旁娟 又被旁娟闪过 二人一来一往 又斗了树河 旁娟再寻机会 将对方放倒 如此再三 对方连倒数次 心服口服 抱拳道 人兄好手段 丁三佩服 旁娟一抱拳应道 丁兄承让 在下旁娟多有冒犯 望丁兄恕罪 旁兄说哪里话 说到冒犯 该是丁三才是 这样吧 眼下一进中午 在下欲请旁兄小酌一杯 算是赔罪 望旁兄赏脸 旁娟本是豪爽之人 见丁三虽然掉眼 言语却直 心中起了几分喜欢 当下抱拳 这样吧 此酒又再下来请 丁兄请 丁三现出生气的样子 三脚眼朝上一掉 旁娟只好答应 此时 路人早已经散了 两人各自捡起宝剑 丁三在前引路 镜头圆亨楼而去 圆亨楼名为酒楼 实为独管 开业不出半月 安逸城中 就有几个人一夜暴富 与之相随的 是有另外几户 倾家当产 正反两种名声 迅速地传扬出去 此楼顿时成为 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城内几乎无人不小啊 二人走进大厅 刚刚寻好位置 就有小二过来 丁三点过一席菜肴 和一坛老酒 后有一刻 见韭菜仍没上来 丁三看了一眼 来来往往的客人 今日客人甚多 看来 韭菜一时三刻上不来 胖兄 咱们到楼上 转转如何 庞娟早就听说 楼上设有赌局 甚是豪华 见丁三问起 心中也起了几分好奇 不假思索地站起身子 跟着他走向了楼梯 丁三似是熟门熟路 引领着庞娟走到了楼上 庞娟因无戒心 只管跟在后面 左拐右转 一路走去 来到了一个大厅门口 庞娟不觉眼前一亮 因为厅中真是金碧辉煌 极尽奢华 厅中间 是一个巨大的深黄色堵台 几个衣着光鲜的富家公子 围台而坐 美女庄稼 美目升盼 将手中骰子摇得哗哗直响 十多个赌徒 或站或坐 个个睁大了眼睛 眼珠子死死地盯着 美女手中的骰子 庞娟看 吴公子 右边穿紫衣的 是司马府中的梁公子 丁兄 走 过去看看 丁三点了点头 二人移进了台边 刚刚站定 美女庄稻 美女庄稼 一大堆黄成城的金块 吴公子 瞧你害臊不 吴公子看他一眼 嬉嬉的一笑 我说你个小桃红啊 这一见到白公子 连身上的骨头都是酥的 站不稳了吧 小桃红朝他轻催了一口 在白公子的怀中 又仓了几下 嗲道 吴少爷 奴家知道您的口中 吐不出好话 再说就不理你了 另一边的梁公子 也摊开双手 朝白公子说 白公子 今儿交上桃花运了 连我这个赌神 也甘拜下风啊 连赌连输啊 白公子轻轻 推开怀中的小桃红 朝梁少爷连连攻守 是梁公子承让 白虎 愧不敢当啊 梁公子正要回礼 一眼瞥见丁丝和旁娟 像是突然发现异物似的 目光紧紧地盯在二人身上 半赏方说 这两个人是谁呀 众人见说 目光骑射过来 吴公子指着丁三 这不是城东的街匹子丁三吗 丁三赶忙笑脸相下 跪地扣道 小人丁三 扣见吴少爷 扣见在场的各位大爷 旁娟未曾料到丁三如此没有骨气 鼻子里哼出一声 正欲离开 吴公子叫道 诶 客人且慢 旁娟傲然站住 目光射向他 吴公子与他对视一会儿 扭头问丁三 我说 街匹子 他是你的朋友啊 回爷的话 此人正是小人朋友 姓庞明娟 庞娟冷冷的 邪尼丁三一眼 断然地说 不 庞某并不认识此人 庞娟此言一出 众人皆是一惊啊 丁三一下子挑了起来 诶 庞兄 你 庞娟从鼻孔里哼出一声 朗声道 哼 庞娟没有你这样的朋友 说吧 转身挤走 吴公子喝道 满 庞娟顿住步子 缓缓地转过身子 吴公子抱拳说道 庞公子 在下无德财 世袭贵州 家父为当朝大司农 这位是当朝司马府上的梁公子 这一位 他手指白公子 语气更加巨傲 这一位就是当朝相爷府中的白少爷 请问庞公子 是何出身呢 庞娟见他亮出家事 知道此地不可逞强 鼻孔里轻哼一声 又欲转身离去 丁三急急地回话 回少爷的话 庞兄家住西街 庞济裁缝兔 是庞逢人的公子 庞娟此前并不认识丁三 此刻丁三 却是如蜀 家珍